大家都搞錯 我是黑素斯 下港的台電大陸人 目前我在印尼 但是我還在follow台灣的新聞 台灣人最近在討論什麼 就是疫情很嚴重 我們看一下到底有多嚴重 6號 本堵3位 境外移入40位 死亡0 1月8號 本堵2位 境外42位 死亡0 11號 本堵12位 境外58 死亡0 13號 本堵14位 境外15位 死亡1 14號 本堵11 境外57 死亡0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冠毒幾乎沒有什麼case 但是從國外來台灣 大概每天有50個人 對很多人 這件事很可怕 為什麼呢 首先是因為沒有什麼角度 什麼意思 因為沒有跟其他的國家比較 例如呢 1月13號 台灣的確診65位 你可能覺得很可怕 但是印尼有88個人 日本18000 一天內 英國10萬 西班牙15萬 法國30萬 美國快80萬 一天 這個跟台灣是不能比較 國外吼 包含我現在的印尼 疫情在嚴重 台灣還是非常的安全 不過呢 我發現一件事 不管數據 證據多清楚 大部分的台灣人 還是不管 因為理性思考 不如拼感覺 台灣人很容易害怕 也非常喜歡拼感覺 跟感情差不多了 感覺最重要 是不是 所以我發現 不管在我的影片 我說多清楚 沒有人在聽 你們有沒有考慮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非常靠北 所以呢 我放棄 台灣疫情還是很可怕 OK 很可怕 但是台灣很嚴重 很嚴重啦 OK 你贏了 嘴邊你 非常嚴重 疫情爆發 爆發啦 對啦 你對 台灣的65 跟西班牙的16萬 差不多 靠北 我認真分析 就輸了 不過呢 我後知後覺 已經學會了 你開心就好了 不過呢 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一種想法 看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人非常害怕疫情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還沒有發現 疫情其實不會過 大家都覺得 如果我們非常嚴格的控制疫情 過了一段時間 忍耐忍耐 就會過了 就安全了 不過呢 恐怕事情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疫情不會過 會一直變化 然後招完 大家都得了冠狀病毒 不過問題在哪裡 在很多台灣人的想像力 冠狀病毒等於死亡 事實上 如果你已經打疫苗 並不是這樣子 還沒有疫苗的時候 控制得很嚴格 很重要 這方面台灣做得很讚 不過現在 大家都還是非常害怕 我覺得應該需要慢慢改變這種想法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人沒有想過 不管台灣控制得多好 全世界已經沒辦法控制 例如呢 法國 法國每天有30萬個確診 你算算看 要多久 全國都得了冠狀病毒 是沒辦法控制 所以呢 只能好好的打疫苗 慢慢發展更好的疫苗 然後呢 我們跟冠狀病毒 好好同在 這個是我們親愛的中共 跟他的好朋友 是位最捲世界的禮物 我非常感激烈 在我的聚會 跟總統 Xi 在他的知識 他在他的訓練 在他的訓練 和他的訓練 和他的訓練 而他的訓練 但也在他的訓練 從他的訓練 我會分享給你 我們會 拿來做訓練 在這個藉物 在這個藉物 为我们保护我们的民族 也为我们防止疫苗的疫苗 在其他国家 我们有必须做的 那就是我们会做的 谢谢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你可以留言跟我说 无论如何 这位靠北的阿兜啊 不会跟你讨论毛米狗狗 什么东西好吃 会继续 会继续让你思考 问你一些靠北的问题 OK吗 还有咧 对 我很想念台湾 我4月才会回去 因为签不好转后 回去之后 我想要重新开始 Damn I love Taiwan 靠我爱台湾 我们支持台湾的品牌 所以呢 拜托等我 还有呢 我想要感谢你们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一直支持我 也会想要特别感谢 我频道的VIP 因为你们每一个月 还是给我一点钱钱 让我比较好过 但是今天我最会想要感谢的是 你们这些一直都相信台湾的台湾人 虽然支持台湾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是很多人不会这样觉得 所以如果你支持台湾 我非常感谢你 这个频道是 阿兜阿不叫美语 我是Hexus 你 订阅 好嘞 掰 再回 再回